大家好我們是傻眼觀察家 我是大傻 我是小傻 我們將深入探索生活中 各種令人傻眼的現象 每個現象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也都有各種不同的傻眼的反應喔 希望你能從這些腦洞大開的人事務中 發現令人傻眼的樂趣喔 經濟不統計 台灣每年約能賣出 十億兩千萬杯手藥飲料 每走幾步路就能看見一間手藥飲料店 數量比便利的商店還要多 甚至還出現兩條間 46間手藥飲料店的傻眼奇景 而且當今還出現一杯要價580元的超貴手藥飲 到底台灣人的手藥飲有什麼魔力呢 今天傻眼觀察家 但你了解台灣對於手藥飲的狂人 到底有令人傻眼 你三位今天都有喝過手藥飲了嗎 有 今天還沒 今天還沒 有 有 你們平均多久喝一杯 我自己大概可以擺一杯 兩個禮拜吧 兩千喝一次的 自己喝喝最貴的一杯 也是 就是馬谷的 梁子乾的 好像95 95 玩過一次是四季春然後加所有可以加的料 鍋爸 小的珍珠 椰果 布丁 他有加到多多 那那一杯你記得多少錢 快150 你基本上那一杯應該就用湯匙在喝 就用力吸 你會不會覺得嘴巴很痛嗎 吸的酸 攪的也酸 那你確定你還有喝到四季春嗎 就一點點 你們有沒有遇過 市面上最貴的手藥飲料 150多 那我來揭曉答案是一杯580元的紅茶 那你們會想像說那那個紅茶 到底貴在哪裡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 可能裡面有三泉水吧 哈哈哈 580 是酒精嗎 不是酒精 一般的手藥飲 我覺得應該就單純紅茶 哇 我會嚇一跳 580 它是有金箔嗎 還是它上面有什麼炙燒什麼的 還是它裡面有加鮭魚 不會 不會 當珍珠喔 是當小珍珠 是魚子醬 喔魚子 喔魚子感覺比較有一個 我覺得魚子醬可能比較有可能 魚子醬飲料 感覺好難喝 加松露 加松露會有瓦斯味 好慘耶 我來揭曉答案 它其實就是貴在茶葉 看了我的報導是說 一斤要成本要3萬塊 今天如果一杯飲料580元 我會願意花下去 我不會去500多塊買一杯飲料 都是不是想要玩玩看 你想玩玩看 為什麼 跟Google 科系有相關的 我對影桃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卻想要去嘗試它這樣子而已 我會喝 沒有 喝 那就試試看喔 試試看 至少要喝過一次嘛 你就要給它一次機會啊 我應該不會 因為我自己其實喝不太出來 它的好壞啦 我們要去買更多50蘭飲料 加一堆料那種 就可以買5杯 你也會喝手搖飲嗎 那它又為你們生活 帶來了些什麼樂趣呢 底下留言區告訴我們 就有機會抽到精美的小禮物喔 我們傻眼觀察家 遊進台灣獨家彈珠 每週五晚上7點獨家更新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下週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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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